把這封信 交給我的 老婆 這封信 很遺憾 我們沒有保護好這位專家呀 真正的專家 我已經安排人送他們回重慶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們兩個人的任務 就是假扮兩名專家 無論發生任何情況 不能夠暴露自己最真實的身份 明白 組織上派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 謝謝 為了保重二位的安全 我不得以如此下走 希望你們聯絕 那替我們的人 一定很危險吧 為了此教堂 他們自願不定 時間幾步 請讓你給我講一下 基本的防護措施 好的 這個好比是防毒面具 從下面往上來的 加班專家的 會是什麼人哪 肯定不是您手下的人 司令 麻煩您 把這封信按照上面的地址 幫我發出去吧 其實現在在我們身邊 依然存在著比毒氣更危險的東西 你還在懷疑 對 我想請司令陪我演一齣戲 我們聯手 把十一兵團內部的內奸抓出來 如果你錯了 你想到過後果嗎 賭注是我的命 我不怕輸 更是小喬的命 我不能輸 我 專家診斷 她的時日不多了 去医院看看她吧 我知道 我想我以前 可能对她的误会也太多了 走吧 她的皮肤有着超强的免疫力 外伤得到了很好的修复和控制 可是她的呼吸系统受损严重 胃部大面积钙化 也就是说过不了多久 她将死于呼吸衰竭 这是谁 专家们是不是已经判我死刑了 没关系 只要能死在战场上 也算死得其所 其实我的病也没有想象得那么糟 你看 我脸上的泡疹已经全好了 皮肤也重新恢复了光泽 雷震哥 你以后要对我好一点 否则你在军中会不得人心的 你希望我死 怎么会呢 你为什么还不明白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明白 我也相信 你是真心的 你变了 我还是我 你这样让我有点害怕 我宁愿你像以前那样对我冷嘲热讽的 再也不会冷嘲热讽了 我相信 你是真的乔满 我相信 你是真的乔满 你应该吃药了 乔组长 你该吃药了 谢谢 今天的你和以前的你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你会是一个铁石心肠 我也以为你永远都不会被我打斗 大佐 从这肩膝里的傷害 你一定是自杀的 淳子 你第一发生者是吗 是 我把柱子放在一起死 你喝酒了嗎 愛妇是最後的時期 我肯痛苦了 那麽我曾經在那裡 那麽... 愛子的衣裳 愛子... 不扯辱 殿下 愛子 不扯辱 他在这种方式里復许了 他在这种方式里復许了 大佐 我一定是 那个乱女的女人 殿下 我当时 她还在中间 但是 她没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取勇气和自信 在地后 你要把喜当悲 把仇当爱 把痛苦当成幸福 记住 习惯沉淀自然 雷震哥 我想你 给我力量吧 你让他回去了 是他自己非要回去的 他说了不想连累你 还说要在那里侧应你对付那个女魔头 他说得对 这里的人都相信他就是日本间谍 以为那个贾乔曼才是他 他还提供了美叶子现在的秘密据点地址 他亲口说得要侧应我对付美叶子 没错 或者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日本人 应该回去 你说什么呀 你怀疑小乔 他和你一样重返这座被围困的孤城 早就已经把生死置之都歪了 哥 你之前不是 你之前要给我什么东西 我要给你看朱莉娜的留给我的地址 等一下 怎么不见了呢 你的房间是不是被别人搜查过 刘志勇 一定是他 他一直在监视我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秘密搜查 如果刘志勇 按照那个地址去找的话 说不定已经遇到埋伏了 哥 你为什么要突然怀疑小乔呢 小乔还说 美叶子的绝死队 已经快拼光了 没有剩下几个人 有点不错 你怎么再斯坦 有点不错 你没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本间谍跑了 你是松了一口气呢 还是很失望啊 依你看 我是应该失望呢 还是应该高兴呢 你和你的妹子串通一气 我已经掌握了证据 咱们司令二妾 走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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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鞭使团和狄木使团 正在加紧合围 想要阻断我们 与张副司令外线部队的联系 现在唯一的破解方式就是 请萧耀兵团从东北部 向我外线部队靠拢 与张副司令合围杜鞭使团 在长陵地区汇尸后 汇尸向东 重新收复我失去了真谛 问题是 萧布在临线收复了铁路枢纽后 又撤回了原地 理由是 我们不想与他会合 这说明 我们内部不仅有内轨 而且还会操纵无线电 部官 到 通知雷震和刘志勇到我办公室来 是 司令 别再犹豫了 混进来的那个内鬼 就是那个共党分子 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我的机要处报员被炸死 就是朱丽娜指使那个人干的 我请求司令立刻拘捕雷小脸 刘志勇 你是不是现在 还依然觉得你的情报处机要室 一点问题都没有 雷震 我们情报处机要室 是重庆军委会亲自委派的 无线电专业团队 容不得你妄加揣测 为贞 刘处上 已经拿到了共党通敌的 充分证据 你的证据呢 你们俩 下去 你没看出来吗 大家都在反对你 大家都在反对你 你现在做的 是以所有的人为敌 我想清楚 我不希望你用自己的生命 去冒这个险 司令 我的妹妹是清白的 她是清白的 你就拿出清白的证据来 你私底下 跟日本人谈判 交换朱丽娜 可所有的迹象和指证 这个朱丽娜 就是日本间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句话应该是出自 是梅叶子之口吧 无论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之后会发生什么 你想过吗 如果这件事情 会让司令为难的话 请您 立刻囚禁那小雷 为什么 我们的外线部队 即将被日本人分割 紫江城马上会变成一座孤城 这产战斗最后胜利着 是谁谁也不会知道 我不想给任何人一个借口 一个你通工的借口 而且我需要这样一个环境 一个可以让她自己说出 自己身份的环境 司令 无论乔曼身体好与不好 我们都不能让她再踏出 特护病房办法 如果说有一天 所有的人逼着我拿起枪 指着你的时候 你会害怕吗 谢谢司令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 我不会让司令为难的 你会儿 说什么 乔组长 对不起啊 雷组长她喝醉了 所以老是喊她您的名字 我就把她送到您这儿来了 那这是怎么了 司令下令把她妹妹给囚禁起来了 可能是她心里比较不舒服吧 出去 那麻烦您了 出去 哎 你喝得太多了 我去给你倒点糖水解酒啊 别去 亲爱的 你到底怎么了 我为他们出生入死 连命都不要了 没想到就落了这么个结果 那李司令为什么要抓你妹妹 为什么 说他通敌 说他暗中勾结朱丽娜 他们合谋杀了机药员 一直导致整个兵团和消夜会师 遗物战机 遗物战机 这简直是荒唐 我现在就去找万将军 让他找李司令评礼去 没用的 没用 我拼了命的 找到消夜部 让他们北上突围 与张副司令在长陵会师 以解滋江之围 可结果呢 我连命都搭进去了 老得现在这么一个结果 凭什么 李天龙 李天龙 活该你丢子江城 先别激动 先别激动 你先别激动 我去给你倒杯糖水解解酒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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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龙 喝吧 你现在还不相信 我说过 我 我相信你 以后永远都相信你 真没想到 最后安慰我的 是你 居然是你 你别激动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别伤心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都会好起来的 瞧妈 雷震哥 雷震哥 雷震 雷震哥 勿忽 雷震哥 雷震哥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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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助长 你两个来了 来来来 坐着坐着 你好点没有 好多了 就是好久没来上班 想来看看 你放心嘛 刘助长把那点安排得好好生生的 你哪个这个时间来了 雷震喝多了 跑去了我的病房 这么晚了 我又不好意思赶他出去 所以我只能来你这儿借宿了 真的呀 还要这种事情呢 不信你去看看 我信 我信 我老子会不信嘛 我们乔助长 我们乔助长 那个大个大美人 虽然说是受了伤 但是这个魅力还是不得减扎 那样子 我呀 去给你拿一团被子 今天晚上你就在那里陪我值班 好 我拼了命的 找到萧月谷 让他们北上突围 与张护司令在长陵会时 以解滋江之围 和结果呢 我连命都搭进去了 老的现在这么一个结果 你啊 快点儿睡 我去上个厕所 你能够用离开她的啊 这儿不能离开人的 你不是人啊 你也是我的长官呢 我跟你说嘛 刘助长啊 一点都不考虑 我们那些女儿的生理贴点 我那个来了 刘助长还非要喊我值班 好消忍哦 你呀 在那里帮我看一下 有啥子情况 你帮我处理一下 谢谢啦 我哈哈的回来 好消忍 你分别工不可 那我早就会拿走 啊 加秦 加秦 相越的部隊是爺群的外戦部隊合陵上的陶梁 你联络一下 是 乔组长 没在啥子情况在 没有 弄个碗了 你去哪里啊 我要回去一趟 好 雷组长的妹妹 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我怕她心情不好 就回去安慰安慰她 也是 好嘛 那我送你 不用 这不能离开人的 对了 千万不要把我来过这儿的事 告诉任何人 不能让别人知道 雷组长在我那儿过夜 这样对她影响不好 我懂 我懂 这个关键时候啊 还是要老秦人 失恋人 失失失 恋人 恋人 那乔组长 你路上慢点儿哦 你怎么不双头 什么 又不双头 我怕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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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晚你上哪儿去了 你让我跟莱顺这通好找啊 你 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我来看看球马 戒子气 雷震 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 他成功地拖延了时间 他现在让所有人都以为你是个负心汉 负心汉 我昨天晚上陪了他整整一宿啊 你说什么 我来看看球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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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5 6 10